哈喽 大家好 我是晃了个1月18号 二手机批发市场就放假了 但是我们今天依然还在华姐妹努力的搬砖 今天要给粉丝朋友找一些华为的机型 比较热销的就是那几款p40pro 卖的30pro 荣耀50以及罗瓦7这几款机型 那么现在有着什么样的行情呢 我们一起去一趟究竟 如果你有2000左右的预算 可以选择我手里这台8加256g的荣耀50 这台手机的颜色是初学水晶 可能很多人对这款手机的配置不是太了解 这款手机搭配4300毫的电池容量 搭配的是778g的充理器 以及657英寸的屏幕 另外这款机器发布的时间是2021年6月16号 所以说它搭配的是1亿的后置摄像头 如果拿荣耀50跟p30pro来对比的话 那么p30pro拍照的效果要比荣耀50好一点 手里的这一台是一台8加256g的深海浪p40pro 一般我经常拿的是亮黑色以及冰霜银跟零度白这几个颜色 喜欢这个颜色的人好像并不是很多 这款机器的话是2020年3月26号发布的一款机器 搭配的是海思情零990的处理器 并且这也是一台国行的5g版 国行的话也是支持算卡算贷 像现在256g的参考行情在36张左右 要说到海思情零985的处理器 当然不得不说这款弱瓦7不落 这款机器的话搭配的是657英寸的屏幕 4000行的电传容量 并且这款机器的话也是支持5g网络 后置6400万像素的主镜头 跟800万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800万的长焦镜头 并且这款机器发布的时间是2020年的4月23号 当然了 如果说是2000左右的预算 卖那么这款机器也是可以作为主力机 再用过一两年还是可以的 目前在华强北8加128g的参考行情在2000左右 接下来就是我手里拿了这一台卖着30pro8加128g的5g版 这个颜色的话也是很多粉丝朋友喜欢 因为它是一个当下成的颜色 这种颜色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难找 一般像青山带跟当下成这两个颜色价格的话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卖着30pro的话 这个机器也是搭配的990的处理器 并且搭配的是657英寸的屏幕 国航的版本也是支持双卡 另外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设计版是没有当下成跟青山带这两个颜色的 只有5g版才有 目前8加128g的参考行情在3000左右 好了 今天的华为机型就先当时跟大家说到这里 提前做回家的朋友一路顺风 点赞关注火栏哥选机路上少放车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